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看到的苏友鹏 在戏剧歌唱方面 依旧发光发热 散发着成熟男人的魅力与自信 今天康熙来来 友鹏自远方来 康熙和Cd要来问问 长大之后的苏友鹏 私底下到底怪不怪呢 欢迎收看 康熙来了 今天有康永跟Cd之外 还来了一个帅哥 我们欢迎苏友鹏 欢迎 欢迎欢迎苏鹏先生 你们要站起来吗 没有 您坐 您坐就好了 大家好 大家好 你好黑喔 是吗 对啊 整个人健康得不得了 这样很好啊 对啊 很好 我其实很讨厌自己小白脸的样子 对 你那个《勤定爱情海》的戏里面 有从海里面浮出来 就站起来的画面吗 他们又不是演浮尸 就要飘在里面然后 是在海边谈恋爱吗 有 有 其实我们有浮尸的画面 是最后有死掉是不是 在戏里 没有在 讲出结尾吧 没有啦 没有 在戏里面呢 就是那个女主角关小彤 就是蔡林演的那个角色 她一开始她就有一个 她常做一个梦 就觉得自己掉到一个深深海里面 可是有一个强壮的手背 把她救起来 可是她看不清那个人是谁 不然真的到她 等到希腊的时候 也发生这样的事情 然后救起来的人是我 所以我们有拍这个 强壮的手背是你喔 对 那你本人手臂强壮吗 一般现在瘦了 就我去年那时候 去希腊拍戏的时候 我有顺便拍一本写真集嘛 那之前因为去年SARS期间 休息一段时间 我就有在练健身 那时候我觉得还蛮强壮的 现在因为前一阵长未演 我现在又小了一号 所以在希腊玩了多久 希腊拍戏差不多有 两个多星期吧 然后等到剧组都回去了以后 我们那个就林秉淳啊 我们又过来拍写真集 还拍两支MTV这样 好多工作 你根本没有玩啊 所以你根本不觉得 希腊有什么好玩对不对 只是觉得那是一个工作场合 其实希腊没有那么好玩耶 说实话 因为你没有玩啊 你都在工作啊 对 其实没有什么玩 我们那时候主要在雅典呆 还去他们一个岛 叫做Santorini 圣多里尼岛 对 就是那个之前那个网站嘛 什么我的心流在爱情海啊 那个网站上面那些照片 我觉得那个地方是 就存在于画面中会最漂亮 你都没有去那些人欲横流的小岛啊 裸体的 就是我们那个岛是人欲横流的 真的吗 可是没有遇到 因为它其实完全就是个度假岛 所以来这边都是那种欧洲来这边 就是来这边快乐的那些人 可是我们晚上实在都没空 好可憐 十分遗憾 因为我们在岛上有看到 他们有卖那种纪念T恤 就说那种岛上的生活啊 就是什么 百分之一的什么 反正百分之九的放松 然后到最后百分之九十的是Sex 可是我们都没遇到 真的假的啊 真的 那个T恤 我那时候买了好几件 我把我们整个Team啊 整个队 全部每个人发一件 就是我们的队府这样子 然后最大的就是百分之九十的Sex 等于说他们就是在那个岛上 随便就是发生关系这样子 我想做人应该还蛮容易的吧 你是在移民去西亚的岛上住 也没有 那个岛大概只有热闹半年 就那个国家基本上 它是靠观光在维生的 只有每年只有半年这样 那一到半年那物价就飞涨两倍 所以说你去那边也完全没有享受到 这种肉欲痕流的东西 其实蛮像的 没有 所以看《青年爱情》 那蔡玲也没有享受到 蔡玲应该也没有吧 蔡玲每天被我们看得死死 我有访问过一个燕心 其实也来过我们节目 可是我不知道讲谁好了 反正她在另外一个节目里面就讲说 她说她真的很受不了 戏剧界的女明星为了要当她第一女主角 老师跟导演睡觉 看《自尊人睡觉》这件事 我知道那集 我有看到 但她是不是因为抢不过别人 所以就攻击别人 我就说我真的没有听说过这种事 我说徐希丽小姐不需要这样子做 就能够当到女主角 然后她又说 你们现在时代不一样 她那时候真的有这种经历 其实我跟你有想说导演 你也吃得太宽了 现在没有这种事吗 其实还是有吧 我觉得 还是有 还是会有 可能是那种还没有真的当明星 而且以她在内地来讲 我觉得内地竞争很接 大概我也不需要陪男导演上窗吧 没有啦 就是说你身边总会有这种 比如说在内地那种小村姑啊 会听说啦 其实会听说 其实会有这样 小村姑 然后仲碗田就说 导演啊 导演啊 要不要个角色给我演一演啊 导演就好一把衣服给脱了 然后两个就畸形一下 然后就安排一个角色 就有听说啦 其实都是听说 因为没有看过 可是我想说这种东西 或多或少会有吧 我想说探出房门外 看看是谁敲导演的房门 这位 其实剧组一般八卦都很多 真的喔 对 就是发生什么事情 大概逃不了 因为大家都是住在宿舍 就是比方说走廊两边 这大家全部 对啊 谁进出谁的房间 清楚得要命 可是有很多不能说 没有啦 谁的消息最灵通 整个剧组是哪一种人 是舞蹈还是制作 现在最灵通喔 说时候我觉得一般 应该是那个书画服吧 就是那些阿姨们 对 书画真的真的是 是 千万不要得罪他们 为什么他们消息最灵通 因为你想一般这些书画服 就是早上一大早起来 OK 帮演员通常设好 以后 演员就出去拍戏 所有人 那他们就起来那边干嘛 要不是打麻将 或就聊八卦 要不然你说这些中年妇女要干嘛 对啊 因为灯光是 也要跟着出去打灯 摄影师也要出去拍 只有他们可以留在分点 对啊 那就嚼死了根本 而且他们在化妆的时候 你们都会讲手机 内容都会他们都听得到嘛 对不对 之类的吧 或是就是交换一下 昨晚的大家的心得啊 聊八卦 然后我就会 是吗 然后妆不知道 一年有多少时间在拍戏 有时候一部有时候两部 最多两部吧 我觉得拍不了很多 剩下的时间呢 剩下的时间 会做唱片宣传之类的 就是还是有工作 好忙喔 我基本上应该 不要说我在拍戏 我一年大概 百分之九十五的时间 都在工作吧 我没有生气的时间 为什么不能弄一点假期 那种唱片与戏之间的两个月 就去地中海的家 空不下来 其实空不下来 怎么可能呢 你这么爱赚钱 你自己还不是很久没碰见 还在讲人家 可是他真的赚好多耶 说在大陆 就内地买了五栋房子 太多了啦 没有那么多 真的没有那么多 我一定要澄清一下 不要绑架我 有没有三栋吗 好 有 十一就是有 所以在三跟五之间 就是四栋喔 没有 那些 因为我觉得在大陆的房地产 是可以投资的 因为他们的租金很高 因为他们有非常非常多外商 其实我觉得是比台湾多的 那其实你只要付了一个头款 然后你靠你的租金 就可以去养那个贷款 所以其实租金是不错 那你可以去养他 所以你拿出你的存折来的时候 会微笑吗 就看着数字 微笑 是一种安全感 我觉得 所以说你的钱就真的只是 单纯的存在银行里面 然后做做房地产 这样子 没有 我觉得我很没有安全感 因为我不是 就是一路 我初到16年 我不是一路都这么顺 中间也曾经很低潮 那时候很低潮 那时候很糟糕 因为我也需要就是养家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就是 那时候等于 在我开始要去拍还珠之前 那时候是我非常低潮的时候 那等于是偶像歌手的周期 已经结束了 已经没有新鲜感了 然后唱也没有唱得比人家屌这样 然后就是那时候就很惨 那时候因为还有很多贷款 就是小虎队结束 然后你自己出来单飞 单飞也结束的时候 就是我那时候休学完的时候 简单还讲的时候 那你在小虎队的时候 那么红 是不是比较对钱不忧虑 那时候小 根本没有任何工作的概念 其实就是 OK 公司给我打个服 给我排舞 给我发片 我就去做 所以等变成大人后 就觉得有钱的压力了 然后就 比较努力赚钱 然后随时会觉得 好像不知道自己 可以做到什么时候 总是会希望OK 比如比方说 最好我可以存个两亿 我以后可以靠利息 就可以过生活 我就觉得OK 那我工作就不需要 再去委屈自己 你已经有两亿了 是不是有捧 并没有 真的没有 还差多了好不好 哪那么好赚 你这奶奶人怎么回事 你这奶奶人怎么回事 房子就没有限制啊 我还有投款 他上面写说 你是亿万富翁啊 他上面是法名写的 你好 工作人员许的啊 没有啦 真的没有那么多 要这么多我就不用 哪些你就退休 讲好 其实我也觉得 我也对啊 没有那么想做这样 那你电视剧一集 真的有一万美金吗 开价啦 肯定比你高的呆子 一万美金也太夸张了吧 在中国那么多 那么广大的市场 为什么不可以 这不是狮子大开孔吗 阿柔妍体拉尼号 具有六十亿台币的收益 我还具有无视于来宾的存在 那边聊吧 我帮你回答啊 就是 因为这种只在台湾市场 打拼的戏剧女演员 没有办法想像内地的广大 对啊 我没有办法想像 就是一起给我 你们也有在大陆拍广告啊 你姐不就是在内地拍戏 你在装什么啊 其实比方说光就广告 对啊 可是因为我本身是太本土了 我跨了 可是你们两姐妹去内地拍广告 就不是一支这种 一千万 主要就是给大一支 我分个零头 就内地的一些这些预算 其实会比较高 市场比较大 我就是要寄生虫 那三个字 你老是要将你姐的光 去外面发展 好啊 我是死好啦我 你为什么不能像是有朋友 自力更生呢 我现在正正在出头当中 慢慢在出头当中 所以她也 獨立的跟你主持啊 对不对 她没有独立主持啊 去跟我主持啊 你可不可以 一個人主持一个节目啊 她没有带着姐姐来主持啊 我现在慢慢在 在厦门还蛮红的好不好 哪一个愚蠢 好浮了之类的 好 那是有朋友 在内地哪里最红 都还好吧 我觉得 都红 因为戏剧影响力 你最远可以红到哪里 就是像蒙古这种啊 都有吧 新疆啊 西藏都有 苏友鹏有一个伟大世界 是我们俩这辈子休想的 什么 就是你知道那个 六四天安门事件的时候 的主角王丹 民运学生领袖嘛 我知道 我知道 他坐牢的时候 就是靠着小虎队渡过 然后他好崇拜小虎队 民运领袖最后 最崇拜是苏友鹏耶 他有跟我讲过啊 他有指名是苏友鹏 对啊 其实那时候有 那时候 对啊 你有跟他见到面吗 后来 没有见到面 那时候有啦 那时候后来台湾的媒体 有告诉我这个事情 我还写了一封信给他 报纸上好像还有灯 我记得有这个事情 只有写信而已 就很官方的那种说 谢谢你 很欣赏我 然後寄了两张签名照 你很打发民运领袖耶 那时候我也还是义男 又不能出国 我觉得你很帅耶 这样子 你说我的Face里面 有民运人士 王丹 讲座还多棒啊 你也可以给我耳机 你也会忘了 我一开始有喜欢我吗 雖然他最近好像有点胖 傻子 他会喜欢你啊 不要担心 说实在以前 我小时候也是你们很大的Fans 真的吗 然后以前小时候 就有穿那个你们的T恤 然后就是T恤上面 就你们有三个人的头嘛 那时候大家都穿啊 大家都穿 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 我妈带我们去海产店吃饭 然后隔壁座就有一个小男孩 一直看我那个小虎队的T恤 一直看 我就说 你知不知道 她们三个是我哥哥 然后小孩就说 屁了 就说啊 不然你也会怎么会有这个T恤啊 她们三个是我哥哥啊 然后小孩就说 真的假的 然后对啊 没有 然后他后来就真的觉得 他们三个是我哥哥 可是他觉得 你们三个同时是我哥哥 那关系还蛮复杀的 所以有一个人虽然是兄弟啊 对 因为你也知道小孩多好骗啊 然后就那个很得意地 离开那个海产店 你还冒充过谁的妹妹 除了小虎队之外 有冒充过梁朝伟的妹妹吗 我有冒充过我是王祖贤 不要脸啊 你 你跟他打得很像啊 不過我一直觉得 自己很像王祖贤 然后以前我大姐 帶我去类似中烈子 还是中正紀念堂 拍写真集的时候 然后经过那个阿兵哥面前 我就不知道是我自己听错 还是我幻想出来 还是真的有发生 我就想听到有人说 那不是王祖贤吗 来变很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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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有演倩与幽魂 所以大家认为只要看到女鬼 就是那不是王祖贤 也是这个意思 而且我当时才小学六年级 然后从那句话之后 我就开始常常会冒中 我是王祖贤 完蛋了 小学六年级没有人 会把你误认为王祖贤 可见是我那时候有幻听证 好可怜啊 现在好了吗 好了好了 那你那时候最喜欢小虎队是谁 那时候 那时候 说实话 吴契龙 吴契龙 系列名的小虎队 连舞蹈都学会 中间那是吴契龙 对 他就要两边到照顾 我留给你们家 对对对 你还到小虎队 你还到小虎队 太多了 你还到小虎队 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就是这样啊 像我刚才应该这样子吧 像这样子... 一... 那我要干嘛 好像什么 好像你要这样子 不然可以听 有...映月星光 杨杨给我慢慢... 不是... 是... 杨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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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那时候最喜欢小虎队的谁 那时候 说实话 吴契龙 是不是有好吗 真的假的 讲真的吗 真的啦 因为吴契龙常常会吹一个就是... 下次吴契龙来上节目你怎么办 吴契龙也第二排第二 真的啊 真的需要不排第一吗 因为他功课好啊 然后又蛮帅气的 这有道理 功课好很重要 我就是喜欢你很希望你是我哥哥 可是很想跟吴契龙交往 我觉得你还蛮完整的 你把第三个... 很讨厌 程志鹏就跟他聊聊音乐啊 谈谈梦想 你是不是觉得小虎队里面谁是帅 吴契龙 你不要每周... 他可以接受啊 那你的小虎队里面也喜欢 其实我以前蛮好笑的 那以前很好笑 对 我觉得小虎队里面 现在回过来看 就是你很... 你觉得你很可笑是不是 自己在那个年纪 自以为自己很帅 结果现在看其实很好笑 那为什么你也会后空翻啊 你记错了 你可见以前一定不是喜欢乖乖乎 翻跟斗的是吴奇隆 是霹靂浮 你说霹靂浮吗 霹靂浮 霹靂浮 我是说霹靂浮 不要更反我们的来宾了 是他一直闹我 他一直故意讲错 霹靂浮的要真正吗 我喜欢... 好啦 霹靂浮乖乖乖乎我的戏 所以三个里面 有一个专门翻跟斗的 得吴奇隆在翻 我不会翻 我总是记得你们三个... 我是负责慢慢拍场戏的那一个 这样命很好耶 我以为你们三个都会集体翻啊 我记得你们三个有一个舞 我真的印象深刻 我常跳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有一条这个舞 这样子 就是好像什么这样 然后你要这样出来跟我配合 有有有 印尼星光 不是 没有有一个这样 我看来 那什么歌啊 今天看我 好像是 对... 然后他要换这边 对... 就是这样 有... 这中间那是吴奇隆那杯 对 他就要两边刀照顾 留给你们这样 你还到神社网 太多了 大家要做什么事情 就是这样啊 像我刚刚才跟他这样做吧 像这样...OK 你... 那我要干嘛啊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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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过去的时候我要干嘛 我忘了 你们都是最多那种 什么这样子啊 又是这样子 我们这样叫I love you 对啊 那时候就有用这个了 有...我们都是这样子啊 有 蝴蝶飞啊 什么I love you 都是这样 可是我What's your name 对 就这样 你真的是Fancy 我真的是啊 结束着邀请海 这个没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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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舞群跳 这个有吧 就是跟着我们一起逍遥游 跟着我们一起逍遥游 你看 还有 然后还有那个吴奇隆 很喜欢这样冲到前面这样 就是你们两个 你跟陈志鹏在后面会摆一些这种定格Pose 他就这样 冲到前面 是这样飞跃或什么的 我想他应该做得蛮帅气的吧 对 因为我今天穿高贝鞋 怎么样 帮你加入小舞队 请问为什么要 请问为什么要这样弄 就是舞蹈动作啊 那三个一起做还蛮好看的啦 我想是到了你们手里面有点变调 以前我跟大S在大家都会跳这个 就是快点小舞队 然后就 真的假的啊 真的 后来你说那个少女团体 我记得好像幽欢派对那时候 幽欢派对是我们师姐 对 然后那时候我们真的恨死他们了 你这么恨吗 因为幽欢派对 每次都会跟小舞队传绯闻啊 是幽欢派对跟你们传绯闻吗 对啊 也有啦 幽欢那时候都轮不到我就是 因为我比他们算是 幽欢不是只有两个人吗 幽欢两个啊 那他们有三个怎么穿 这就轮不到我咩 真的啊 因为我年纪最小 你还未成年就是了 对 其实那时候我们公司 有很多很多这些少男少女 你后来还有红孩儿啊 红孩儿对 红孩儿我们也很喜欢 还有少女队啊 什么一大堆 所以你一直以来 都以身为小虎队为荣吗 还是说到曾经有觉得丢脸过 不会觉得丢脸啦 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觉得它会有点困扰 就是OK 当你一个老偶像 已经长大的时候 可是大家对你的 因为你的成绩最好 在拍戏之前 你的成绩最好还是在你歌唱的时候 大家对你印象 永远停留在乖乖虎 我那一阵子会非常讨厌 人家叫我什么小乖乖乖虎 我就会翻脸 对 我就觉得我早就不是了 你不要再拿帽子套我头上 这样 这真的会翻脸啊 我会 对啊 有时候会蛮生气的 就觉得这东西套我这么久 我到现在对啊 我努力要自己去走出一片地 不靠这个光环 你们还要拿这东西套着 所以翻脸你会怎么样 就如果我们碰到 我就小乖 你会怎么样 可能就会脸就黑掉 然后突然情绪就不对了 这么有种 我可能不再表现出来 可是我会 我真的心就黑掉了 我知道你下节目就会说 什么乖乖 我讲你那乖乖乎是 那乖乖乖 对 那时候有一阵子 就在转... 在开始拍戏的前... 就前几年吧 都还会蛮...蛮恨 你后来 他一定常偷去被人家 就把乖乖捏碎 是也恨 是 我...我现在想起来 为什么我对所有朋友印象 比较觉得孩子气 就是因为他的外号 我那时候觉得 我看到乖乖乖那个外号 就想说 如果我在小虎堆被命名这个 我真的会疯掉 我就会... 我一定会很羡慕另外两个叫什么 霹雳虎 或小帅虎 小帅虎 小帅有点傻啦 可是就是不要叫乖乖吧 你有抗拒过吗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不太懂 就是一开始名字 其实是公私取的 而且你也蛮... 那时候真的蛮乖乖的 可是那时候自己不觉得 那时候觉得自己很帅啊 那时候我们的偶像是少年队 在那个年代 我国中的时候 对 我就觉得 我明明像 等一下 石英 石英 你是想要去当小帅虎吗 之类的嘛 对啊 然后我都觉得 我拍照不应该笑 我觉得我不笑 又哭又帅这样 可是大家就... 那时候公司就觉得 OK 大家要区隔开吧 他就觉得我笑比较好看 OK 好啦 好啦 你们叫我笑 后来也就笑习乖 就没有一张照片都在笑 好可憐 我真的觉得演艺圈 每一个人想不笑 就都被派去笑 只有王妃可以 就是大胆地不笑啊 他现在可以了啊 因为摄影记者也不敢 对啊 现在可以了 现在大概就是随便 人家也不太会关我了 我现在还不行耶 真的吗 对啊 我现在都不敢不笑 你臭脸我看 不够臭 再臭一点 就不够酷 你还是笑比较好看啊 不会啊 其实他不笑的时候 有一种那种高贵的那种 他不笑就像他饿了的样子 可是我如果看他什么记者会 然后前面一堆摄影记者 我不敢摆这种表情 对 你很可怕耶 就是你超职业的 就是会立刻笑得很灿烂 比如说我真的如果心情不好 然后但是一直说 小孩子拍照我马上就... 好奇怪喔 其实我一直觉得你很有表演天分耶 说真的 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你演戏也很棒 他夸奖你 你要赶快夸奖回去 我觉得你的戏才是棒了耶 沒有 我说的是真的 我也是啊 他这连续劇 最近收视不是很好耶 你帮我讲一下啊 我覺得現在的频道太多 收视不能绝对一切啦 求婚啦 求婚事无所 觀眾為什麼要看 你跟伍白 我跟伍白 裡面那個 两个人演技都表现得很精彩 然后我在裡面 有演公关小姐 然后穿很露 那她在《情境爱情海》 也穿很露 只有游泳裤啊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 我们两个戏啊 各位看你们的肉体嘛 就是什么 拍一下开放就好了吧 我们还有演技 演技跟肉体耶 并驾齐驱 你有演技我相信 可是五百大哥 我跟他演得很好 因为他裡面台词超少的 好 我只有1小时 然后我看《情境爱情海》 这个求婚事无所 我们是不同时段 就算没有关系 漂亮... 你还记得你演... 你演过几个连续剧啦 超过50个吗 没有...我机器很少 会不会演哭戏 叫你哭就哭吗 没有办法说哭就哭啦 但没有女孩子厉害这样 可是还是要努力 可是CD演哭戏之前 都会很焦虑耶 前一晚上都会... 对 我前一晚上都会哭 然后到了现场哭不出来这样子 因为我就哭想说完蛋 你有哭戏哭不出来 然后就很紧张 可是我觉得这种东西 我以前也会吧 就是遇到这种戏 自己就会先紧 可是越紧张其实会越不好 你根本就当没事 那你有诀窍吗 怎么样可以流泪 我没有办法靠技巧 所以有时候真的那种感情戏 这些东西很悲苦的时候 我自己就会很累 但我知道有些人是可以用技巧的 就包括一些受过训练的人 你知道我拍哭戏的时候 他们就会说 你幻想一些可怜的场景 然后在那边说好 让我培养 我就这样闭眼睛想 然后第一幕就是 然后就哭不出来 然后大一次被强暴 大一次被强暴 然后就哭不出来 然后狗全部被烧光 狗全部被烧光 哭不出来 然后爸爸平衡打妈妈 哭不出来 然后全家死光哭不出来 然后最后就是哭不出来 所以我跟你说多惨的画面 我就像在老婆婆 你每次演哭戏 你的家人都有奇特的感觉 哭哭好了 真的 那最后想到什么呢 最后我就打电话给我妈 然后我就说喂妈 然后我妈还在睡家说 宝贝 怎么啦 然后听到我就一直哭... 觉得很心酸 然后我妈就说 怎么啦 宝贝 然后我就说把电话拿走 然后就在那边stand by 你不是很喜欢一部电影 叫漆皮狼吗 对 漆皮狼耶 没有我 没有你吗 那时候有王杰 张雨生他们 我们是游侠儿 我们是游侠儿 是这样之后的电影吗 滑滑板到处去救人 对 那是我耶 天哪 我的还背了一个火箭炮在身上 一拉就会飞走了 我的天哪 乖乖虎喜欢打烧火 所以她现在老了 还是那么烧 我就觉得她很了不起 她真的 她很有自己的型耶她 她穿那个西装 可是还是觉得就是一个当副 就真的了不起 所以你喜欢当副型的女生 她喜欢烧火 对啊 我没想到耶 康熙来了 因为我在戏里面 我是个那种就是 那种发明专家 就是那种科技神童之类的东西 所以一边划滑板 一边飞火箭炮这种 想不到吧 然后那个滑板还黏在鞋上 不会掉 你现在在看零物片也是作何感想 我都不看 不敢看 电视上面只要播出你以前的东西 像电影或者连续剧都不看吗 以前的有一些电影 当然都不太需要看吧 电视剧还是会看一下会去 对啊 电视剧还是要做一下 唱片呢 会拿出来听吗 有时候上节目 人家喜欢做回顾的时候就会放 可是一放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画面 可是平常自己是不会拿出来听 你觉得自己唱歌好吗 还不错 你的歌台偶像是谁啊 维持最久是玛丹娜吧 从我国中还没进入小虎队的时候 对 我很喜欢玛丹娜 你加入小虎队之后 还是说你很喜欢玛丹娜吗 对 有很多年了 虽然她现在老了 还是那么骚 我就觉得还了不起 她真的 她很有自己的型耶 她 她真的受不了耶 她跟布兰妮那支MTV啊 打学战那个 对啊 就是那个 Me against the music 对啊 她穿那个西装 可是还是觉得就是一个档服这样 就真的了不起 所以你喜欢洞服型的女生喔 可是我觉得喜欢就是 还是会比较喜欢 有视觉刺激的女生吧 像Brinny我觉得不錯啊 没想到耶 我其实会偷偷要那个什么Toxic 之类的那个毒药那种单曲啊 对啊 其实我都偷偷地 再注意到 不會在家偷偷地练那个舞吧 那练不了啊 那练不了 可是那些东西我都会去那个 那以前喜欢嘛 然后回家在线上看那个线上收看 那MTV要重复很多次 原来你是小甜甜的粉丝喔 那克力斯丁呢 克力斯丁也不错啊 克力斯丁她唱歌还蛮不错的 所以她喜欢烧货耶 对啊 没想到耶 喜欢Madella总会模仿她吧 小时候会挑一点啦 因为在国中的时候 那时候她是 那时候是 等我喜欢她的时候 她已经是初步的末期的时候了 就她早期其实没有接触到 那时候会去收集她以前的影片啊 演唱会啊之类的 对 那个时候会啦 现在很久没有 现在就是 对啊 那时候学的是什么 还记得吗 Vogue Vogue学不会 就觉得她MTV做得很漂亮 可是自己怎么做都没有那个位 都没有那种节奏 那种感觉跳出来 以前大家都会练那个 可是做不出来 希望她做得出来 那你念得出Vogue里面 那些女明星的名字吗 她里面有念女明星啊 她念了一大串她的偶像 当初的偶像 有男友女的偶像 我只知道她说Vogue Vogue 你又不管她在唱什么啊 我当时在小学还在国中耶 OK 那你唱歌的时候会学她吗 唱歌学不了她 她是女歌手啊 所以你唱歌有学过谁吗 学友吧 那时候我也很疑她 真的啊 而且我觉得她是伟大的艺人 就常常因为我不知道耶 有时候就是 可能某种程度上 也希望像这些艺人一样嘛 就说她那时候 她之前在那个 就是《生孩子》 那个那一段休息期之前 她有出了一张什么 15年的 一张unplug 还是什么的 那重新编曲的精选 其实那时候在听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家里面听 我觉得好感动 这一歌陪过多少人 你知道 我不知道这是功德吧 艺人其实就是在陪伴大家这样 那一歌 多少人从这歌里面 会想到当初我这时候 这个歌陪我失恋 陪我干嘛干嘛 我觉得这个是伟大的艺人 你知道她陪过多少 全华人她的歌声 陪过多少人 对 我会这样觉得 你有当面跟她表达过 这些感觉吗 没有 不敢 不敢 真的啊 比方说如果颁奖典礼 碰到她 坐在隔壁都不会讲啊 不会告诉她说 我真的 我会害羞 真的吗 这怎么讲啊 所以你如果跟马戴娜 搭同一个电梯 也不会跟她讲啊 那个大概会吧 我会把她那一户脱下给她牵 说到要做到喔 我记得你在脱的时候 她一电梯已经到了 之前很久 她可以脱马戴娜 就应该报警了吧 她怎么知道她在干什么 可是马戴娜看多的时候 东方人 forget it 你在内地演戏 最惨的是哪一个戏 情深深与萌萌吧 那时候 最后在敢杀青之前 就是 两组轮流操 然后完全不需要 拍到凌晨到早上五点钟 那时候还夏天 我在记得我们那个通宵的 晚上是拍室内嘛 那里面没有空调 然后灯那个四面八方 一打在那个 我还很舒缓的那个家 打 简直热到不行 里面还都是蚊子 然后拍到早上五点钟 你已经就是那种 都不行了 然后直接回去 给你半小时 卸妆洗澡 马上进化妆间再化 然后第二天早上 对啊 那时候八九月的太阳 那太阳一晒你都会想死 不让你们睡觉 感情度啊 那不会昏倒吗 真的是会昏倒 那谁的那个演的戏好 可是剧子都是这样子啊 没有 剧子都会这样 尤其到杀青钱 他们老板都会为了省钱 就说已经延了啦 那大家帮帮忙啦 好啦 帮帮忙这样子 我一直想问连续剧的主角一个问题 就是 我是男主角 你们演的时候不会觉得 在演一些很蠢的事吗 就如果说 吊钢丝降落 然后说什么 什么八色 吊钢丝如果吊个很帅 我觉得还OK 像倚天涂庸基 我就觉得OK 你在演一个那种 大侠 性格又好 那种我就觉得还蛮爽 而且那时候是我第一次 演金庸的东西 我觉得对男人来讲 演一个金庸的戏 也是真的是个纪录 到后来有时候拍 像这几年拍了一些戏 我就觉得有时候剧情 真的恋爱 来来去就是那些情绪耶 OK 从一开始放电 喜欢 不好意思 然后到开始在一起 然后思念 到后来一定就是要 让你悲痛的分手 然后掉眼泪 有时候觉得 对啊 演得很腻 自己跳脱出来 会觉得这什么戏吗 就是那些剧本会 有时候 除非特别有创业的剧本 要不然我会没有什么新鲜感 他就没有办法 让我有什么特别的情绪的感受 所以比较像是全工作了 有时候 那真的谈恋爱的时候 会不会想说 我一定不要讲那句 是你讲过对白 不然太蠢了 会这样吗 可能真的谈恋爱的时候 就不觉得他恶心了吧 你有演过那种吗 就是抓着女主角的肩膀说 你心情啊 你看着我 全世界就属我最爱你了 这样一直晃人家肩膀那种 这种戏你演过吗 有这样的台词啊 有这种台词 就类似这样子很 直接去表白的台词吧 可是我不会去演到去这样 所以你不是内卦的激动牌 我们也有这样的戏啊 可是是女主角要死的时候 就在咬她 把她咬醒 可是人家都要死 你这样咬她 不是会更伤身吗 可是官方看不出来啊 官方就是咬她 把她咬醒啊 塞到都骨折还一直晃人家 所以你不是那种很夸 夸张的演法吗 演全华阿姨的戏 可以不要夸张吗 我觉得其实演戏还蛮难 要看戏种啦 就是你说那你电视剧 和电影的表演方法不一样 电影又分很多种 对 我觉得每一种的 那个夸张的尺度都不一样 有时候 对 我觉得我还需要去 那如果我们举行夸张比赛的话 你可以打败马景涛吗 如果你这次比赛 我带来拼啦 我跟你讲 马景涛大哥 你们赢不了她的 她真的是 其实她也有个人风格啊 其实也没有那么难看啊 我觉得 我还记得她以前有一场戏是 好像要打她老婆的样子 她好像很爱她 然后她老婆疑似有外遇 然后就这样打她 然后打完之后就这样 然后打完之后就这样 对不起 我真的太爱你了 可是 你为什么要背叛我 我确然你很过分 我看了都心疼 她的就是情绪起伏非常大 然后可是就很能牵动 你有毛病啊 你抢人家在示範演干什么 你就是很想演嘛 我很想演 可是我就觉得像她那种 真的很放得看 投入戏剧的前辈也真的很厉害啊 像你就能演出那种吗 就这样情绪那么大 然后就 如果我那个角色真的是 有点神经质又歇斯底里的话 大概可以 你没有演过这种吗 没有 演过最夸张 应该算秦森森森那个杜菲吧 是一个很喜剧的角色 最厉害的是什么 对台词是什么 整个戏最... 台词不夸张 就是我的表演动作都很夸张 因为她很喜剧 对 就是什么都比平常生活 扩大一倍这样 我真的很爱你耶 真的呀 讲话就是披手画脚 怎么样 怎么样 你演过琼瑶几个戏 三个吧 还珠一二和秦森森 那还珠一二里面都不需要讲那种很 让人毛骨悚然的很深情的话 还好因为我女朋友是小燕子吧 不适合这一套路 所以另外是给耳康和那个指挥去走 耳康也蛮厉害的 周杰啊 有没有 周杰对啊 其实周杰我觉得她演戏实在不错 她脸部的中间这边戏很多耶 谁中间 什么叫中间戏很多 因为她是紫薇 对不对 她是跟紫薇配合 她每次都会这样 紫薇 你真的有看我们的戏耶 我的紫薇 我真的很爱你 我真的很... 你不要再弄你鼻孔都发红了 等一下微雪果也要爆掉 可是她真的 她就是这一区就很有戏 我在绝望 有人是这一句没有戏的吗 有些人可能就是紫薇 我真的很爱你 就是眼神也带泪 可是她是紫薇 不要离开我 她是紫薇 那苏尔蓬是哪一块比较 苏尔蓬比较 苏尔蓬比较... 眼睛吗 对啦 她是这一块也蛮可怜的 我是因为我平常讲话 我自己的表情就比较多 然后常常就会我挑眉啊什么 所以有时候我演戏 也没有办法做到完全无关不动 有时候我会尽量克制 可是一不动我就呆了 可是有些演员动太多 真的很丢脸 我有一次忍不妨地 转到某一台的戏剧节目 然后看到一个女演员 然后她那一场戏 没有任何台词 她就是要看那个房间里面 有一个男的 是她的杀父仇人 然后她在门外看了就很气 她就一直这样子 你在那儿要抽取 然后我想说天哪 这种戏 导演竟然也让她过关嘛 导演可能很赞赏啊 就看起来还蛮有事情 就非一般表演啊 非一般演出 并内演出 什么叫非一般 就是超过观众期待的那种演出 因为其实有很多演出 大概你可以去预期 对 因为我觉得像我有时候演多 一些类似的反应 我觉得有时候 我觉得像我演多戏的演员 都应该尽量去避免 自己会有套路出现 你知道吗 就是只是在交行货 交功课而已 所以有时候OK 你可以当比方说只是一个惊讶 或是一个伤心的反应 你可以做出一些 用别的方式来做的话 其实那是好的 其实韩国演员的那个演戏方法 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真的吗 真的 完全不一样 就那个节奏感都完全不一样 比方说像我跟比方说 国内就是中国演员 去演戏啊什么的 就基本上OK 我看这台 我大概可以知道 OK 你什么时候 会把球丢回来给我 我跟蔡玲演戏 我就傻眼 就像节奏不一样 比方说我就觉得OK 你应该 这个反应应该三秒钟 你可以丢还给我 我已经standby好了 就应该 三秒还没结束 给我演了个七秒 然后突然 冷不防又丢回给我 我就滑了 这样 所以他们可能是要投入的 比较久是不是 时间会拖比较长 就我觉得是大家 什么叫三秒 应该要丢球回去 只有七秒才丢 就譬如说他 比方说我说 我说好吧 那今天晚上 你可以排出外囊 跟我去吃饭吗 然后 一 二 三 我本来觉得该还给我 他就还没演完 我就看他 你要演到什么时候 然后还在那边这样 然后这次我在推 我可能会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什么时候该我呢 还不说 我觉得可以 那是 中间TEMPO有点 TEMPO过来 他节奏感是不一样 也是要节奏感 是在场戏嘛 是不是 是在场镜头 我也拖久一点他的特写 我觉得不能这样讲 我觉得是大家的 因为我觉得 韩国有很多这些 在教表演的学校 那个中国大陆有很多 那我觉得大家的系统不一样 所以出来的那些都不一样 所以他们演出来 在镜头上 你会觉得他很韩剧 就要到他的镜头 他一做那个 他那些反应 就是非我预期 能够做到反应 像什么 比方说像我刚刚讲 比方说一般的可能 OK 好 我们的surprise 可能就是只是 就是OK 惊讶 可是他那种surprise 他可能会是 所以你知道吧 类似 不知道 就是他可以用别的东西 什么事 让苏友蓬这么难以启齿呢 乌秋在北京开店 我都是亲自打电话 给老板 叫他给我订包箱的那种 叫他来给我做配 他开什么 是泰国餐厅吗 他开了一个火锅 非常棒 那你开过什么店 开过 这个不太有什么人知道 在哪里 我当初跟小马 跟马国贤 结果咧开 在玉达商举旁边 开过一个 就要是摔非班反应吧 因为紧张 结果还撑了多久 看了多久 一两个月吧 就懂了 一两个月而已 对 韩国有很多这些 教表演的学校 那个中国大陆有很多 那我觉得大家的系统不一样 所以出来的那些都不一样 所以他们演出来 在镜头上 你会觉得它很韩剧 就要到他的镜头 他一做那个 他那些反应 就是非我预期能够做到反应 像什么 比方说像我刚刚讲 比方说一般的可能 OK 好 我们的惊喜可能就是 就是 OK 惊讶 可是他那种惊喜 他可能会是 你知道吧 类似 不知道 就是他可以用别的东西去 有拍头的吗 就是比方说 会啊 会啊 而且他们做起来还蛮自然的 比方说我们在戏里面 爱琴海里面 也有那种就是 OK 我们好朋友 那个何任东进医院 然后医生可能说要不治 我真的看那个 就是他们演的时候 包括他身边有很多其他的演员 是那个内定的女孩子 那他反应可能就是 那怎么办 类似这样 那他就是那种 就是 我不知道 就是 这些东西当然OK啦 因为每个人角色个性 不一样什么 你可以设计不一样的东西 可是有些东西就是 我只是举例 他那个反应是OK 我没有说他这个反应是太夸张 就每个人自己的演法 就是举例 就是有时候OK 就是你可能我跟国内女孩子演 我大概可以猜到 你会是做什么 可是他有时候蔡玲 我讲了这句话 他做那个反应就是 我自己在演的时候 我也很新鲜 你怎么这样糟 这样子咧 在心里会有个A 怎么会只有A 对 我一方面也就是在看 你这样做 然后等到就看傻了 等到突然球丢回来 我就慌了这样 你身体想要演是不是 没有 还好 你会有点令人意外的反应 你还好 老鼠也比较老大 那演十个那种意外的 给大家看一下 我肥一般的反应 我肥一般的反应 三个好了 你的好朋友不致了 等一下 我认真 好吧 大S被强暴了 我认真 我认真 许马仔 我不敢讲这个 是他刚刚自己讲的 好啦 认真你 好 医生 医生在那边 我觉得你有点肚子饿的感觉 你等一下宣布他 好吧 好吧 很抱歉 你姐生的小孩 是个畸形 你这样很刻意喔 看得出来很场戏 他就是发痴 在发痴的时候用的表情 你现在自己上节目 如果人家说 不知道是不是有朋友 来自于一个叫做小虎队的偶像团体 这样你会高兴吗 就是大家聊的时候 都完全不提这个事情 没所谓 现在无所谓 因为我觉得真的过了三十岁以后 其实 一切都看得开了是不是 不是 看得开 因为我觉得那时候 真的正是在半转型不转型的时候 所以OK 你自己心里面觉得自己大 可是人家外面看 你根本就觉得你还是乖乖虎 所以那时候 你会最排斥这些东西 像现在我真的觉得我 我有点老了 跟以前比起来 所以我突然 就在前一阵子吧 我突然觉得OK 我不需要抗拒这些东西 真的我过去那些表演方式 那些状态 根本真的回不来了 所以我就觉得OK 那这阵子其实也会让我怀念 所以我就无所谓 那台湾的金曲 讲本来希望三只小虎重新相聚 我OK啊 你会抗拒吗 你OK啊 我OK啊 真的啊 我是OK的啊 那另外两只小虎OK吗 我觉得大家都会OK吧 只是因为 他现在在不一样进去公司 有时候你档旗啊什么 会比较难巧 你还有在跟吴奇隆 跟陈志鹏联练吗 有啊 真的 当然 你们还是好朋友喔 当然 但我觉得大家见面没有 不会像小时候这样 几乎每天通告要腻在一起啊 什么的 你们还会联络 真的很意外耶 对啊 为什么不呢 因为很多偶像团体彼此成员彼此 因为我刚刚说我们以前的和睦 是装的吗 没有 可是因为真的蛮 因为已经事隔多年了啊 就像是国中的好友 也可能不再联络啊 有啦 会联络 大家都还在线上吧 因为志鹏才刚刚去上海 做那个吧 那个张古荣附居里的那个 哪一种联络 是只有电子贺卡 没有 会通电话 会发Message 我会给他送花 那吴奇隆在北京开店 我都是亲自打电话 给老板加给我订包箱的那种 加来给我作陪 他开什么 是泰国餐厅吗 他开了一个火锅 非常棒 那你开过什么店 开过泡沫红茶店 真的不太有什么人知道 在哪里 我当初跟小马 跟马国贤 在玉达香植旁边 开过一家泡沫红茶店 就要忍算非一般反应吧 因为紧张 结果呢 撑了多久 开了多久 一两个月吧 就倒了 一两个月而已 太短了吧 穿红完不就结束了吗 他就没有经验就乱玩啊 然后我就出钱 然后他就去找人来弄啊这样 然后我们因为摇得太慢 每次商量下的时间 大家都大白茶楼 我就抱怨连天 然后赚不了钱 结果原来是因为动作慢 不是生意不好啊 为什么会摇太慢啊 我其实也不是很记得了 就是因为里面只有一个人 那你就把钱丢出去就算了 就只有 对啊 那个店其实很小很小 基本上里面几乎做不了人 这样 所以大部分都是要外卖 可是让你看想看 人家下课的时候多少人 你有把所有朋友的照片 挂在店里面移广招来吗 我从来不干这种事情 真的吗 为什么 那玉达商指的女生 应该会很乐啊 我没什么信心啊 基本上 真的啊 一两个月就倒了 对 就只是那时候 对啊 如果你真的没戏眼 然后靠那些房子的租金 你可以过得了生活吗 我希望这是我以后的目标啊 你不知道我人生最大的目标 那就是混赤等死 收房夫吗 混赤等死 不劳而获这样 就是我爱心儒的 我们两个的那个目标 就是最好不劳而获 我觉得真的很奇怪 每个这样讲的人 都忙得要死 所以这个愿望根本不成立 就是人家都 就基本上是忙得要死的人 才会特别有这样的心愿 我们都希望躺着 然后银行钱却不断的 数字增加 对 躺着就赚钱的 工作也不多 忙得要死的人 是不是都在想说 我终于有一天会 可以坐吃等死的人 对 真的是最好 这是动力嘛 就是才能够忙得要死 对 就想说哪一天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 因为如果现在有人 完全不认识苏友蓬的话 他想要透过一个东西 来认识你的话 你会推荐一出连续去看 或者是听一张唱 听我这张的新专辑吧 给我这种官方答案 没有 这是真的啊 这是真的 我觉得没有一个戏是我 OK 对 这 大家 戏都是别人 其实是啊 大家都很喜欢 OK 那你这个角色 演这么像 那你一定就是这个样的人 对不对 我费尽唇舌要去解释 直到下一部戏出来 推翻前一部戏 终于我就转成下一个 人家就觉得 我是下一个那个角色 其实都不是 所以唱片 比较接近自己就是对 会吧 我觉得 就是以歌手的身份上节目 这些聊天啊 什么之类的 最像自己 最舒服 其实我很懒得去变成别人 那有看到同学 都已经变成爸爸的样子了 那种 你会觉得自己还不错吗 撑住 不会觉得去撑住 有时候我还是很难想象那种感觉吧 就是 但我觉得在感情方面 我觉得我的心态已经可以 就是从一而终 我觉得已经OK 我不太会去那个 可是OK 你要我真的 就结婚 然后我每天不管我今天心情怎么样 我一定要回到这个房间 还要跟他去面对面 大家睡同一张床上 也许我今天跟你吵架 我今天突然觉得 看你不顺眼 对 看你不顺眼 我还要跟你睡同一张床上 或是到时候真的有小孩 哇 对啊 那就 那个责任不一样 你就不能任性 因为你要管教他 你不可以把一些什么脾气 去迁怒他什么的 我觉得我现在 还没有办法想象那种责任 对 我觉得听了就好可怕 对 我也是觉得好可怕 所以你现在还是很向往 自由自在的生活 我觉得我可能会这样子吧 我觉得大不了以后 就是跟老婆啊什么就是 他也不一定非要结婚不可 我觉得无所谓 然后就存够钱就是 那种混吃等死 靠租金过日子的时候 就可以去环游世界啊 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也不错 好啦 我希望你混吃等死成功 这也算一个是祝福 好 谢谢你今天来我们节目玩 谢谢 谢谢 谢谢